说到温碧霞,小的时候被母亲卖给了一个陌生人,为了保持身材,他宁愿不生孩子,那么温碧霞都经历了什么呢? 1966年,温碧霞出生在香港的一个贫困家庭,他上面有四个哥哥,三个姐姐。 家里人口众多,条件一般,无奈之下,有一天,母亲就把温碧霞领到了街上,以狠心把他推到了一个陌生人的手里。 那冰冷的一幕,让温碧霞终身难忘,给他的心里造成了极大的阴影,以至于他从小就感觉没有安全感。 本想着,就这么把孩子卖给对方,没过多久,母亲的心软了下来,他紧走几步,把女儿紧紧地搂在了怀里。 温碧霞的父亲沉迷赌博,对家里的大小事他不问不问,但是对几个孩子的管教却非常严格。 父亲秉承着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原则,温碧霞一直想逃离这个家,终于在十二岁的时候他搬到了姐姐家,漂亮是他的资本。 在酒吧时,他认识了导演李大为,就这样温碧霞早早地就进入了娱乐圈。 1992年,《火玫瑰》的播出,由温碧霞饰演的欧阳海潮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。 为了突破自己开拓新的领域,温碧霞搭档任大华出演了惊变。 这部戏遭到了很多人的议论和质疑,就在这个时候,年轻的富豪何祖光出现了。 作为某块国公司总裁的何祖光,对温碧霞一见钟情,紧追不舍。 尽管何家的父母、长辈坚决反对何祖光迎娶温碧霞,可何祖光就是不松开温碧霞的手。 结婚前,温碧霞向何祖光提出了两点要求。 第一,为了保持身材,我绝对不伤孩子,第二,我要继续拍戏。 最终,何祖光答应了温碧霞的要求,并且给他一个盛大的婚礼。 后来,随着年龄的增长,温碧霞也渴望能有一个宝宝,不是没有被孕过,但是缘分一直没有来。 再后来,两个人就在火车站收养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孤儿。